再來的話,Color類別除了是用Color之外 我們另外也可以用一個叫PUB 用一個New 我們剛剛是用一個New Color的方式去產生顏色 這個顏色你可以在任何的小畫家裡面 或者Office裡面也可以找到它的顏色 反正就是電腦裡面總共可以產生的顏色 這個是256 所以總共電腦可以產生多少種顏色呢? 就是這麼多種 乘起來多少呢? 8324 所以是2的24次方種顏色 對不對? 再來的話,我們就 再來就是Fone的部分 它比較特殊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獨立的一個物件 也就是說我必須要透過一個建構的方式 產生我需要的這些相關的參數 裡面包含就是說呢? 我的 這個是字型的名稱 還有這個Style Style裡面包含就是說呢? 我的協體出體 甚至它的刪除號 可以在這裡面加 另外它的Size部分 也就是這三個參數我必須給Fone 然後產生一個什麼呢? Fone的物件 在丟給Label裡面 或者其他的物件裡面 才可以產生這些效果 Fone的類別是比較特殊的 使用方式跟其他不太一樣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何把那個預設的版面 配置取消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原來底色的方式 這就需要用一個所謂的 SetsLayout的這個方式 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叫 SetsLayout 後面產生一個Nure Nure的話意思是取消原來的版面配置 因為如果你原來 用預設的版面配置的話呢? 你就沒有辦法看到 就是說這個版面的 你就沒有辦法改變你的排版的方式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做一個重新的排版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SetsLayout 後面加一個Nure 給它一個Nure取消掉 再來我要去設定什麼呢? 設定我的相關的位置 也就是說呢? 那些Label才可以去做一些排版的動作 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呢? 底下這些都沒有辦法做什麼呢? 做設定 那我就可以去設定什麼呢? 一樣可以設定Label它的位置 比如說我今天 在這個Flame裡面 Flame裡面 我要放這個Label它的位置 在哪個位置? SetsLocation Location的話 就是在這個Flame 以這個Flame00 這個00為做標 有沒有? 它過來 比如說60、50 就大概這一點 那秀出Label 那Size當然也可以去調整 另外字型的部分呢? 也可以做設定 所以比較重要的是這一行 你要加入這一行 然後呢? 最後把它加進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執行結果 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加入那個SetsLayout 後面加一個Nur之後呢? 可以設定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的座標是從這一點 Flame的這一點 然後這邊有50 比如說這個位置 然後到這裡 那它的寬度跟高度就可以去做設定 秀出來就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們試著把這個範例期 把它完成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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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